好 我们继续来看 那他这里的重点在讲 如果你深厌 如时之一定会深厌 如时之无常 那么他一定不会产生懒着 如果你懒着欢喜 那么他一定是 那么执着这个常热我尽 一定是这样 那么所以他说 那你如时之如时见 对这一切身心的境界 就是跟尘世何而生处 处去受想失 其实就是对这一切 一切的境界及一切的心所 那么他不会起揽着爱乐的心 所以他说厌以不乐 那不乐以 当你不懒着这个境界 那么这个境界的无常变化 对你就不会有烦恼 那么我们之所谓烦恼 就是我们觉得他应该要改变 但他没有改变 我们觉得他不能改变 不应该这样改变 但是他却这样改变了 那么这个我们才起烦恼 或是我们对于他已经有的这个现象 那么我们只取他 现在这个状态 但是不知道 其实这个状态是随着因缘 那么不断在变化的 那么你 所以当他 当你执着上的时候 当他变化的时候 你就会起烦恼 就有苦乐不苦不乐 有贪嗔痴的这样的心所 这个都是心所 这心所从哪里来 从根尽是合合身处来 那么这个 为什么会起贪嗔痴的心所 从无名贪爱来 其实讲到究竟他就是这样 那么所以他说 愿以不乐 不乐以解脱 那当你不受任何一切法 任何一切法 你都不止取 那么你就从一切法中得解脱 那么解脱就会有解脱之见 什么是解脱之见 我身已尽 犯恨已立 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后永 这个就是解脱之见 好 那这个也是在教我们 那么如果我们要修行 那第一个 就是要如实知如实见 那么这个其实 如实知如实见 都是如实知如实见 自己在什么样的境界里面 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那么这些想法 是跟烦恼相应的 是跟过去的习气相应的 是跟原本的烦恼相应的 那么你都能够觉察到 但一旦觉察到了 你知其过患而能远离 那么如果暂时不行 你会想办法 怎么样去除这个过患 那么其实都是讲这个而已 好 来看七十八经 他说有这么一天 一样在辟舍离的芒果林 这个时候世尊说一切忧陀纳 忧陀纳 他基本上就是无问自说的记 好 就是说这个忧陀纳记 就是这个世尊无问自说的 一时就是他 他有所感而说的 就基本上就是忧陀纳记 好 那忧陀纳基本上还有分 佛说的 佛弟子说的 诸天说的 好 那现在这个是世尊所说的 跟阿难说 眼无常苦变异法 那么这里有加一个异分法 这个我们在阿含经里面 比较少看到 通常都是 眼 那么眼 他基本上一定是耳鼻舌声音 耳鼻舌声音 他不会只是讲眼 那么讲到这个就是内六处 就是六根 他一定是相对于外六处 一定是这样子的 不会只是单独 单独讲眼 不会 所以眼不死而生 一样 那么一定会讲到 色身相畏处法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 我们认识境界 起烦恼的这个过程 这个源头 所以色身相畏处法 一定是这个 那么他这里有所谓的 他这一些不断在变异 他就是无常 不管是内六处还是外六处 他有一个 这个叫做一切法 十二处是一切法 十二处 十二处我们把它叫做一切法 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一切现象 不外乎是 眼耳鼻舌声音 所对的色身相畏处法 所以阿含经把十二处叫做一切法 那么一切法的共相 一切法有志向共相 一切法的共相 一切法的共相 一定是 无常 一定是无常 无我 跟根本所谓的空相 有时候叫极尽相 那么 涅槃极尽 一般这个叫三法印 就是生灭 灭于极尽现前 通常我们就直接是 比如说阿含经里面 种在这两个 无常无我相 那有时候对至上的说法会讲苦相 那有时候会讲无常苦空 主要是怎样 那有时候会加上无常苦空 无我 那主要是无常无我相 那这个是一切法 一切法的共相 一切法里面都可以观察到 无常无我相 所以他这里讲到所谓的苦 他讲无常苦变异 变异分法 应该是这样 对 无常苦变异异分法 无常苦 变异 他多了一个异分法 异分法 不是这个异 解错了 这个异分法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这个异分法 基本上就是变异 就是这个法 变成这个法 因为刹那刹那改变 比如说种子 比如说 举个例来讲 种子发芽了 它跟原来的种子法 已经不一样了 种子发芽了 发芽 长叶子了 然后开花了 结果了 它不断在变 不断在变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异分法 就是 这个状态 已经不是之前那个状态 那么接下来的状态 又不是之前的状态了 只是有一些比较细微 你观察不出来 有一些比较明显 你观察得出来 比如说春夏秋冬 那么这个树叶 你现在看都一样 其实你在仔细看 前一秒跟后一秒 已经不一样了 为什么 它掉了一个叶子 那个叶子变大了一点 那你没有仔细看 那这个机器就是异分法 这个名词 在阿含经里面 很少看到 应该是布派的 布派的习惯用词 还是什么 不知道 因为阿含经很少看到异分法 这种名词看起来 就是布派在用的 那通常都是讲 无常苦变异法 好 那也有可能就是 有一种说法就是 异分法就是变异的 变异的翻译 好 那其实是一样 就是无常苦变异法 无常苦变异跟异分 好 若色掩饰 掩出因缘深受 若苦若若不苦不乐 比异无常苦变异 异分法 耳鼻舌生异异负如是 多闻圣地子 如是观者 假设 你能够从一切法里面 如实之无常 那么你绝对不会去执着 那个无常的东西 你也绝对不会去贪爱 那个无常的 那么苦的 无常苦的东西 你绝对不会 你贪着的是热的 常的 时常带给你快乐的 而不是那一些 时常带给你痛苦的 或是虽然给你快乐 只是一刹那而已 那你也不会去追求 因为你追求到 它就不见了 所以你不会去追求 那个只给你很短暂 一下子就没有的东西 也不会去追求 你追求到的是 给你痛苦的东西 所以当你这样 观一切法 无常苦的时候 那么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烦恼 就不容易 就是不容易 直取这个境界 好 所以言耳鼻舌生异 对色身相会触法 都是这样 当你不应这个法 而起烦恼的时候 你就从这个法里面 得解脱 当你对一切法 都不起执着的时候 你就从一切法中 得解脱 其实是这样 那每一个人 执着他那样的东西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有些人对吃的 不太在乎 所以他不太会 因为吃的起烦恼 有些人对穿的 穿的东西不太在乎 所以他也不太 对穿的起烦恼 当你 当你 对一切的境界 都不是那么执着的时候 那么一切境界 不太容易 让你起烦恼 其实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 可以不执着 因为你知道 一切都是无常苦 没有人会执着 无常跟苦 没有 苦你会执着 我要受苦 没有 而且越苦越好 没有人会这样 当你发现 他是苦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失去 对他的兴趣 当你发现 他是 刹那刹那 无常的时候 你会 你会失去 对他的追求 不会 所以 这个 我们所认识的 一切法 不外乎就是 六根对六成 不外乎 所以他讲 一切法 无常 苦 空 那么从这里 进入无我 从无我得解脱 从解脱 得解脱之间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说 我说比解脱 当他能够观无常苦的时候 假设一个人 这个经简单的说 假设一个人 能够在一切法中观无常无我 如实正观无常无我 那么他就能够从一切法中得解脱 那么当他从一切法中得解脱 就是不为一切烦恼所欺服 那么他就能够出离生死 其实是这样 那么就没有一切的生老病死 幽悲劳苦 好 那这个是七十八经 看七十九经 他说有这么一天 一样 同一个地方 辟舍离的 辟舍离的芒果林金色 这个时候 世尊跟比丘讲 当情方便禅师 内疾其心 那么 情是精情 方便禅师 方便是善巧方便 那么用种种的 那么修行次第 比如说三十七菩提分 那么 以通常这个方便 是 一般我们说的善巧方便 那其实它也是方法 向上提升的方法 这个阿罕经也常有 情方便禅师 内疾其心 就是 它的果 就是它的目的是 心要极尽 那心怎么极尽呢 要透过善巧的思维 我们叫做如理思维 或叫做正观 正思维 所以它叫做 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正思维呢 那么要有方便 要有方便 禅 禅是思维修 禁律 思维修 要如理思维的 不断的这样去观察 那所以它说 所以者和比丘 方便禅师 就精进 精进 精进 善巧的 去修学 止观 内疾其心 令自己的内心 疾尽 疾尽是什么 疾尽是没有 烦恼的束缚 那 内心疾尽 疾尽的相对 就是动乱 动乱 就是心为 境界所动 心为烦恼 所乱 那么当你有 贪嗔吃的时候 这个时候 心就不急进 心就有动乱 所以 动乱从哪里来 从眼 鼻舌生意 对色身相畏处法的 直取来 追求来 那所以 你遇到苦的境界 你就起撑 那就不急进 本来没有 后来有 后来有 就加强 就心起伏震荡 起贪也一样 起鱼吃也一样 所以 它叫做 内疾其心 令自己的内心 心 能够怎么样 寂静 没有烦恼的动乱 如是 如实 知显现 那 他说 这样 就叫做 如实 知显现 就是 你有如实 知的状态 那什么叫做 如实 知显现 如何 于何 于何 如实 知显现 怎么样 才能如实 知 佛陀常常 跟我们说 要如实 知 要如实 见 要如实 正见 要如实 正观 怎么样 如实 知 如实 见 简单的讲 就是要 一切法 简单 我们说 这个就是一切法 你在一切境界上 你在一切境界上 这个境界包括 外的境界跟内的境界 内的境界就是 异对法成 你自己打坐的时候 那个也有境界 你晚上在做梦的时候 那也有境界 那么 你自己一个人 在房间里面 眼睛闭起来 在想某些事的时候 那个也是境界 那个是异对法成 那平常是 眼耳鼻舌身 对色身相畏处 那这个加起来 就是一切法 就是一切境界 那这一切境界 你都能够 他色眼视 眼出阴眼身受 那么从一切境界 产生的 产生的受想行 他也是境界 那所以 这个简单讲 就是 你要在哪里 如实之 在一切境界 如实之 如实之什么 无常 苦 如实 重点在 无常 苦 或者我们讲 无常 苦 空 无我 那你不会去 执取这一切境界 所以 他说 鼻翼如实之显现 耳鼻舌身 亦负如是 此 诸法 无常 有为 有为就是 有为法跟无为 有为就是 为就是造作 就是因缘和合而成的 就是有为 不是因缘的 是无为 那有为的一定有三项 叫做身住面 他一定是无常项 无常的一定是有为的 有为的一定是无常的 这些学校 那么佛陀把一切法 基本上分成两种 叫做有为跟无为 那么偏重在讲有为 偏重在讲有为 那么我们讲一切法无常 基本上是讲有为法 那如果我们把它扩大来讲 那么一切法的分类 可以分有为跟无为 但是我们一般说 一切法无常无我 那么偏重在有为讲 就好像缘起 他有流转跟环灭的 但缘起偏重在讲流转的时候 无名行事 名色六处 处说爱取有 那有为法一定有三项 为是造作 那么就是因缘和合而形成的 因缘和合而形成的 你我他和合而共作的 那基本上因缘和合而形成 那么他一定有所谓的三项 生 住 灭 或者叫做四项 生 住 意 灭 但是没有真正的住 无常里面没有真正的住 只有短暂的住 所以他是意 但是住跟意 那么你仔细分 就会分生 住 意 灭 那么盖要的分 其实就是生 住 灭 或是生 意 灭 住跟意 其实要合起来讲 但是我们如果 所以他通常都这样三项 那如果讲四项也可以 生 住 意 灭 那么这个是有为法 那么简单讲就是生灭项 简单讲就是生灭项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 灭 以极尽现前 当你如直之 如直之生灭无常 那么他的极尽就现前 所以我们讲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所以为什么常常要叫你 关无常 这个行就是一切有为法 指的是一切有为法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你如果能够如实正观 就是你能够如实 如实一切法的实相 一切法的实相就是 无常相无我相 我们叫做如实正观 如实正见 如实正知 都一样 那么一切法 怎么样 无常相 无常相 苦相 无我相 苦是针对我们的寿来说的 那么无常 无常相 就是生灭相 而不为他所影响 不起烦恼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急尽现前 所以生灭灭 你不随着生灭而生灭 你知道他是生灭的 那你就 你就看着他生灭 你知道你也不会压抑 也不会迷惑 也不会有任何的不解 但是你非常的了解 这本来就生灭了 所以你不会因为这样起烦恼 不会因为他的来快乐或痛苦 不会因为他的消失 就是他的出现是生 本无而有 本来没有 后来有 那么如果是好的 我们会很快乐 忽然间捡到钱 本无而有 那忽然间丢到钱 本来有的忽然间消失了 类似像这样 那么我们 在生灭当中 在生灭当中 你会产生很多的情绪 在生灭当中 有很多的情绪 很多的感受 很多的想法 叫做受想型 叫做受想 法跟法 每一法 这个一切法就是 眼耳鼻子生力 对色生相会触法 刚才我们讲 在我们所认识的 一切境界里面 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么不断会有这些 生灭的法 那么这些生灭的法 不断地影响我们 让我们产生 受想型 我们有种种的感受 种种的想法 以及 种种的决定 就是 就是我们说 你这样的感受 会引发 种种的思维 想法 那么种种的思维 又引发 种种的做法 你想要得到 或想要远离 想要避免 想要追求 这种种 那么你在你内心形成 一股很大的 这样的力量 不断在运转 不断在运转 那不离开 佛法来讲 不离开贪嗔痴 不离开贪嗔痴 再简单讲 不离开无名跟贪爱 就不离开这两个范围 就不断在转 不断在转 那现在就是 要把这种转的力量 稍微给它制止 你说叫它完全不转 也没那么容易 但是稍微制止 不要一直再朝这个地方转 要返回来转 一开始不容易 但是关久了 其实也还好 你就渐渐渐渐 你会发现 你对什么事情都能接受 因为本来就会这样 那这样一定有它的原因 你会发现 不管是你喜欢不喜欢的 你还是有喜欢不喜欢 但是你这样想了之后 对于已经发生的事 你都能接受 那么对于还没发生的事 你也不会刻意去追求 因为你知道会不会来 它还是因缘和合的 所以你会去创造因缘 但你不会觉得它一定会有 因为我努力了就一定会有 也不一定 不是因为你努力了就有 有的东西是你努力了一定有 有些东西不是你努力了一定有 因为它牵涉到的因缘 如果比较复杂 不是单单以你的因缘 就能够成就的话 不会因为你努力就有 也不一定 但是你了解这些东西 你对一切的世间 你并没有特别的追求 没有 但也不是完全没追求 因为你要生活 那么你也是有所追求 但是没有那一种 就一定要这样 一定不能这样的那一种 比较不会有 因为你知道世间是缘起的 如果你想让它变成怎么样 或想让自己变成什么样 那么你必须往那一个方面去努力 你努力了它不一定变成这样 但你不努力它就很难变成你那样 但是你也知道 你努力了它不一定就变成那样 但是不管它有没有变 至少你变了 至少你增长善根 你不会执着了 因为你这个观念 就会让你 你也有追求 但是你不会执着 其实是这样 我们也追求解脱 但我们也不是执着说一定 我们现在修了就要得解脱 不可能嘛 我现在在关火 等一下两只箱之后 我就正他的话 哪有可能 也不是说不可能 这看人 有些人真的也可以 他过去生的巨生会 他真的是两只箱过 他肯定也会可以正 那也很难讲 因为每个人 不能说不可能 不可能违反原起 但我们也不要做这一种 做这一种就是 做这一种 就是你不要觉得说 我一定要这样 当然你自己看 你自己的修学 到哪有一个程度 你可以发这个愿 那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没有 你就要去检讨 为什么没有 因为一切法是缘起的 所以你对于 已经发生的事 不管合不合你的意思 你都知道 你不会感到讶异 也不会感到不解 虽然不符合你 你会去追查原因 为什么 你再努力 那么他就会改善 或是会成为你所希望的 但是 基本上 基本上你不会在这个地方 起烦恼 那有也就是有 没有也就是没有 那就是慢慢慢慢 你就 这个其实就是 你不会有那种贪爱所系 那你没有贪爱所系 是因为你没有无名所负 就讲到这里 好 所以他这里大部分都是在说这一些的 好 我们让我底下来看 所以 此诸法无常有为 亦如事如事 如事如时之 显现如时之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显现你的如时之 在哪里 在一切法的境界上 好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用功修行的方向在哪里 你要朝哪里用功 你要怎么用功 简单讲就是这样 说我要修行 请佛陀告诉我怎么修行 就在你的六根对六成的时候 就在六根门头修行 所以叫做六根亲近方为道 他的目的就是 让你的六根 面对六成的时候 不起种种的烦恼 好 来看八十经 一样 在这个辟舍里的 这个芒果林 金色 或者叫做芒果林 芒果园 它不一定是一斤金色 它就是很多 有时候可能是很多芒果 它就在芒果树下而已 那这个时候 世尊跟比丘讲 当修无量三谋体 无量三谋体 就是三谋地 那这个一般来讲 依于解释地论的解释 无量三谋体 就是无量三谋地 就是什么 四五谋心 通常 通常就是 佛陀会教比丘修 四五谋心 特别修慈心 为什么呢 因为慈心 慈心能够比较遭受 其他众生的伤害 包括鬼道众生 以及畜生道的众生 畜生道的众生 主要是像老虎 因为印度没有老虎 但是有狮子 恶相 罪相 那些比较有伤害性的 然后毒蛇 因为比丘通常在森林里面 森林里面 然后森林里面有两种 会有命难 命难的东西 比丘修行要防命难跟犯恨难 命难也是 因为你很容易 因为这样善命 所以善命的原因 有很可能是鬼神 或者是畜生 主要是这两种 因为在森林里面 森林里面最多的就是畜生跟鬼神 特别是蛇 蜘蛛 这些毒虫 还有一种就是 就是这个鬼神 所以做磁心官 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北传的话 大部分已经忘记 就是比较没有磁心官的系统 南传就很重视 但是北传大概用大悲咒来代表磁心官 但是大部分的人修大悲咒也没有磁心官 真的 忘记了 其实大悲咒的目的是要起大悲心 所以这个圣言法师很厉害 圣言法师在修 他们那个法谷山 他修那个大悲颤的时候 他提了一个要点 叫做大悲心起 这个就是他要点 但大部分人其实不知道 他是在起大悲心的 但是咒语跟这样结合在一起 这个是后起的事 这个是后起的事 就好像六字大明咒 他是在起智慧的 是大明咒 是大智慧咒 或者后来则波罗经 接地接地大智慧咒 大明咒 那么后来这个因为 因为我们的习惯性 咒语跟鬼神结合在一起 他就忘失 这个是后来婆罗门 就是结合婆罗门的概念 那么 他要让你起大悲心的 我们讲一下好了 因为这个大部分的人 其实不知道 北传 如果是南传 那很简单 他就是修慈心观 音作慈经 慈音作经 或是慈经 这个是很有名的 在森林里面 那么有很多鬼神捞乱 然后会献恐怖像 有的没有的 比丘有些功夫没那么好 会害怕 然后 而且鬼神生气起来 你也是会受到伤害的 你像那个大利鬼 大利鬼 都 舍利弗在打斗 他都打他 但舍利弗功夫好 没有关系 那有些鬼神 他确实也会作乱 那你怎么样 让这个鬼神不作乱 或是说 你家宅不平安的话 那么 通常佛陀是 叫你散发慈经 叫做慈音作经 慈音作 就是你要怎么样修慈经 这一切众生 怎样怎样怎样 他有一个经文 你这样查一下就有 那么 你要这样 散发这种慈心 那佛陀在森林里面 叫比丘 其实 事无量心 第一个就是慈 慈无量心 那慈无量心是比较重视的 比较重视的 那通常北传的 北传的基本上 一个叫做大悲咒 但是后来 后来就跟 大明咒 那大明咒基本上有两种 一种就是 心经的大明咒 一种是六字大明咒 那六字大明咒比较多 那么其实这个是 这个其实是 慈心的 所以你看那个圣言法师 我就觉得圣言法师 这一点厉害 但是他还是做 但是他也 他因为这个是 变成北传法会的一个传统 他拜大悲餐 他里面有很多经文 是告诉你 怎么起慈悲心的 其实他的经文 都在告诉你 发愿要学观音菩萨 要起慈悲心的 可是大部分的人的大悲餐 都是 请观音菩萨大发慈悲 救救我 消我的苦难 就变成这样了 其实这是不对的 大悲餐是我学习 大悲观音菩萨 那么我要 那么我若像刀山 刀山自摧折 我若像地狱 对地狱是怎么样 我若像什么样 像这样 就是说 假设我遇到这个境界 众生遇到这个境界 那么我就消灭 他这个苦的境界 众生在刀山里面 我想办法把众生的 刀山的境界化掉 众生在大海里面 在大火里面 那么我想办法 把这个大火灭掉 那类似像这样的 那么我自己也是这样 众生也是这样 他是叫你起大悲心的 所以像圣言法师 深知这个道理 但是他 他简单提示而已 所以他的大悲餐 他的大悲餐写大悲心情 我看到圣言法师厉害 他没有像我们这样讲 讲到很细 因为这样就变成 你拜大悲餐 就会拜得怪怪的 但是实际上 他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他大悲心情 你大悲做 你大悲 大悲餐 你大悲做 他观音菩萨的这一些愿 在里面 那么他重点就是要起大悲心 他其实就是起慈心 虽然是拔苦 他重点拔苦 但慈心观也是一样 那慈心观是佛陀教的 我们叫慈因作君 慈因作 这本很有名 其实如果我们 你说家宅不平安 家宅不平安 或是我们要撒尽 类似像这样 其实念慈因作经就很好 真的 这是佛陀教的 那大悲做是后来 后来结合婆罗门教的东西 结合婆罗门教的东西 但是它的重点 也是要让你起大悲心 就好像心经后面的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生接地 我们会变成它是智慧作 不是 它是告诉你 真正的 因为咒 它是说 咒有这样的功能 这个是印度人的观念 把印度人的观念 带入佛法 就是真正有 类似你讲的 那个咒的 那个殊胜功德的是智慧 只有智慧 才能起这样的功能 所以你应该要 赶快修学智慧 断除烦 因为一切的 一切的痛苦 都是从鱼吃生 从没有智慧生 所以它基本上 是大悲心情 那大名作其实就是 比如说我们说 六支大名作 我妈的白妹 莲花中的明珠 就是说 其实它就是 它就是这个 你对一切境界 其实它就是 我们生 其实它就是 身心清净 身口意三叶清净 那么生如莲花 它就是莲花中的明珠 莲花中的宝珠 或是莲花中的明珠 我们生是莲花 心是明珠 那么莲花是怎么样 出乌尼而不懒 莲花 生如莲花 心如明珠 生出乌尼而不懒 莲花是出乌尼而不懒 乌尼是什么 五着二次 我们在这个说谱之间 有种种的境界 哪些境界 言而评者生意 从这个内六处 对外六处是一样的 内六处对外六处 言而评者生意 对色身相位处 我们在五着二次 生如莲花 出乌尼而不懒 你怎么样能够 出乌尼而不懒 就是现在讲的 要如实之 如实之无常乌 你就能够出乌尼而不懒 那么这个一样 心如明珠 出乌尼而不懒 不懒什么 不懒烦恼 不懒灰尘 心如明珠 那么即使 不管你给他有什么进 他明明 他如实之 明珠的概念就是 他是一个有价值的 而且他不会改变 你给他颇大便 他也不会变臭 臭还是那个大便的臭 那个明珠不会变臭 你给他盖黑布 他的光明也不会消失 黑布一起拿起来 他那个光明又显现 所以这个明珠 不会因为外在的境界 而改变他的价值 跟他的本质 明珠不会因为外在的境界 你给他用红色的 他会陷红色的 红色拿掉 他又恢复他的清静 他显现一切境界 但不止取一切境界 这个是明珠 那我们的心 明白了解一切境界 但不止取一切境界 我们的身 虽然在五卓二世里面 但不会烦恼索然 所以能够离欲清静 基本上 这个必须要如实之如实见 如实之无常 如实见无我 那么这个就是大明珠 他的意思是要告诉你 于一切 其实就是六路处里面说的 你把六字大明珠拿来跟六路处里面的观念结合 它就是六字大明珠的本来意义 就是你能够看一切法 你能够看一切法 在一切法里面 不会烦恼索然 在一切烦恼尽中 你不懒着烦恼 在一切法里面 你不止取一切境 那这些其实就是 莲花 这个就是你要让身如莲花 心如明珠 这个其实跟佛头讲的是一样的 身口一夜不造恶 莫老一切诸有行 正念观之欲尽空 无欲知苦当远 也是一样 那么身口一三夜清静 重点就在身口一三夜清静 然后跟一般六路处常对 不能动其心 你看明珠就是这样 六路处常对 不能动其心 心常住坚固 地观法生命 它是有会的 它的观明 它的价值 不会因为外境的改变而改变 它的本质 也不会因为外界的改变而改变 那么心是经常保持 保持那个清静 保持那个智慧在 但是后来 后来我们的大悲咒跟大明咒 就不是这样了 原来它其实咒是一种提要 刚要 就是它是口诀 修行的口诀 它不多 不可以多 多了记不住 所以它是告诉你这个修行口诀 跟诸恶末座 仲上奉行 致敬其一一样 那么诸恶末座 仲上奉行 致敬其一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后来我们 我们的修学方法 那么慢慢慢慢变成 形式化 仪式化 变成是这样 那么已经就是没有智慧 就是佛法跟外道最大的差别 就是智慧这一点 慢慢慢慢变没有 所以念大悲咒 变成是 因为观音菩萨大慈大悲 所以我什么时候痛苦 那么我祈求祂 祂就什么时候来帮助我 不是这样 后来就变成这样了 那大名咒 后来也并不是大名咒 因为你就觉得 比如说 后来就发展成 念六字大名咒 就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 然后后来就发展成 转经轮 因为你念也辛苦 就一转一转 然后就那个大经轮 六字大名咒 有力量 然后你就像转这样转 然后你就会有智慧 你就得不到佛菩萨的加持 就越来越来越仪式化 离那个智慧 离那个智慧越来越远 后来转也很辛苦 后来不是有电动的吗 插电的 然后他自己转 但是这样真的会有智慧吗 你会不会有智慧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你这样的修学方法 是愚痴的方法 真的 这是愚痴无本坊部才这样做的 圣地子绝对不会这样去修学 无有事处 而且没有意义 但是他是给了一种希望寄托 但是佛法绝对不是这样修 我可以跟你保证 绝对不是这样修 但是对于世间的人 因为他习惯 习惯有神加持的观念 现在很多人还是这样 烟共 火共 让那个鬼神欢喜 那么他就带给你财富 他就帮助你的事业成功 如果鬼神有那么大的福报 他不会变成鬼神 鬼道是三二道理 而且他的烦恼重 他如果能够自给自主 他还要你供养他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法 都变成婆罗门教的 就是说中国佛教的这些东西 有一部分是婆罗门法 一部分是道教化 一部分是民间习俗化 那么再加上佛教的 四个部分结合在一起 变成我们现在的佛教 民间的习俗 这是民间的习俗 然后道教的 道教的 道教的部分 比如说苏文这个 苏文这个是道教才有的 那么婆罗门教的部分 比如说念咒这个 然后还有佛教的部分 佛教的 婆罗门教的 佛罗门教后来变成印度教了 佛教的 印度教的 道教的 还有民间习俗 增加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的 很多种种的华味 真的 但是这些基本上 就是说我们要像佛讲的 像鹅王 他能够在水跟乳合合中 因为已经合合起来 你分不清楚水跟乳 因为它结合在一起了 但是鹅王能够只吸乳不吸水 那我们是吸了很多 吸到很饱 那也没有吸到什么乳 那所以修学了很久 仍然营养不良 那基本上就是你那个养分 佛法的养分 佛法最主要的养分是智慧 是智慧 离了智慧没有佛法 离了智慧没有佛法 那智慧在什么时候显现 就是在你能够如实知 如实知 能够觉察 能够不起烦恼 因为智慧不起烦恼 这个又要讲到圣言法师 也是很厉害 他讲了很简单的两个话 智慧不起烦恼 慈悲没有敌人 这个也是很厉害才能讲出来的 那么像导师讲 尽心地义立他为上 整个佛法就这两个重点 真的是这样 我都觉得这些人真的是 好厉害 就简单一句话 就把整个提纲器要讲出来 你看起来没什么 我告诉你 这个没有修学 没有修学几十年的功夫 不要说几十年 可能要几世的功夫 你都讲不出这种话来 我告诉你 我听到都觉得 哇 好厉害 真的 那我们 这个是怎么体会来的 其实他就是这样体会来的 那我们其实也是这样 就是说 像我们 像现在读这个经 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是 这些就是 念了就忘记了 没有 因为这种东西 就是说 像这种文字化的东西 而且还有布派的名像在里面 那么我们很容易把它当成一种 好像我们在课堂上 读那个物理化学是为了考试的 为了怎么样 其实不是 它其实因为 因为我们有文化的障碍 有文字的障碍 就是说 因为它是文言文的东西 或是它是那个当时代的 流传下来的 所以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疏离感 比较没那么亲切 其实你就转换成自己的语言 然后你自己要 因为是你生活上要用的 它是你生活上要用的 不是你拿来诵经的 不是你 比如说有空我来学一点知识 来提高 提高我的气质的 不是的 它就是 让你有智慧 能够应对 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一切境界 不起烦恼的 不产生执着的 而且就这样一天过一天 你能够如时知如时见 而趋向解脱的 它是你生命中 非常重要的元素 就是智慧 戒跟定还不一定 但是有智慧的人 一定会有戒跟定 但是有戒跟定的人 不一定有智慧 这个我们要知道 所以你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会不持戒 不会不持戒 不会让心很乱 不会 但是你持戒持到很严 一丝不苟 修定修道 一心不乱 非想非非想 你也不一定有智慧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重心 要把重心放在 怎么增长我们的善根 善根就是智慧 善根是什么 无贪 无辰 无痴 那么善根怎么修 信尽念定 信尽念定会吗 所以你抓到佛法的重点 其实你就知道 你修学的重点在哪里 这个时候你在念六四大明咒 你不会只是 你也不会问 师父要念 还是要念 这个不是声音的问题 这个是观念跟思维的问题 是文师修的问题 不是唐音 范音 古范音 藏音 很多人在讨论这个 你也不会问 我要念阿弥陀佛 要先念阿弥陀佛 好像阿弥陀佛功力比较强 不是这样 好像阿弥陀佛功力比较正确 没有 正确不是声音 正确是什么 观念 声音跟观念没有关系 声音就是设身相会处法 它只是一种元气法 你在这个国土是这种声音 在那个国土是那种声音 我叫你博语的名字 你叫你台语的名字 如果你都认得清楚 你都知道我在叫你 你不会说你只能用国语的叫我 比如说你叫我卢正 你不能叫我卢锦 这样我就听不懂 不行 这样功力就失去了 没有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会执着在这一点 那个是婆罗门的文化 婆罗门有声长论 它认为有某种特定的声音 具有某种原始的力量 绝对的力量 你开启了那个音声音 接对了那个音频 你就获得那个能量的加持 佛法里面没有这样 佛法你一定要记得 佛法所有的力量都不是从外进入的 都是从内而出的 从你的心里面 因为心是一个绝对力量的存在 从你的内心开发出来的 不是从外面进入的 绝对不是 所有的功德都不是从外而来的 从外而进入的 而是从内心而出的 这个叫做七宝佛塔 从地涌出 从你的心地里面涌出的 那么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会追求一切的功德 一切的智慧 从佛菩萨 从神 福报从天神那里 智慧从佛菩萨那里 那么要灭罪从观音菩萨那里 这个佛法里面没有讲这种东西 所以你了解了 你就知道你的修学方向在哪里 那你的智慧从哪里显现 从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 你能克制 你能克制烦恼 控制烦恼 叫做戒 你能够调伏烦恼 叫做定 你能够断除烦恼 叫做会 你能够超越一切烦恼 叫做解脱 那其实就是这样啊 那你明白了这一切 等你解脱了你就明白 其实就是要这样 叫做解脱之间 你就知道我不是后友 因为我后友 我就是这样来的 那么这个 这个全部都要从如实之 就是觉察开始 所以佛陀 佛陀教你要修四念处 培养你觉察的习惯 觉察这个心念 受想行 苦受 如实之 苦 热 不苦不乐 无常 苦 无我 这个是培养那个觉察的习惯 那么 渐渐渐渐 你一开始只是 只是想而已 后来 想慢慢慢慢观 真的发现 真的是无常 然后一分两分 完全确定它是无常 再没有不是无常 刹那刹那都是无常 而不只是花开 花落无常 花开的时候 还没落的时候就无常 不要等到花落才无常 真的 你慢慢就会 一分一分的深刻 那其实佛法是教这一些 那我们后来都形式化 仪式化 后来都形式化仪式化 然后就变成 所有的功德 要求佛菩萨的事 怎么样求呢 花叉的漂亮一点 水果买的大一点 然后拜的时候大胜一点 然后浅浅一点 然后 不是这样 绝对不是这样 就是你 你这些都是要引发 种种的失色 不过是一种方便 不管你共灯 共花 共香 这个只是方便 让你设心而已 让你专注而已 让你郑重其事而已 那么你郑重这件事 你表示你很在意这件事 所以你不知道这样 但是最在意最重要的 不是这一些 而是你的内心 有没有如实之 有没有生起智慧 就像念大悲咒 重点不在84句的 一百几句的 八辈最有很多的版本 不在于唐音 闽南话的 唐音或是北方音 我们现在念的这个音 那么国语的音 唐音 闽南音的 或是梵音 古梵音 你说一定 这个古梵音 是最原始的声音 所以它功力最大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不懂佛法 真的 因为佛法的决定力量 不在身边 在什么 在心 在心的如实之 如实之一切法 从这里 所以你说念 欧妈的巴美奉 我念阿妈的巴美奉 其实都不在这里 而是你的思维 闻思修 你的思维 那你这些正确的思维 有没有运用在 你所面对的一切境界上 那你还在那边 咬那个六支大明 说咬了会有功德 你就建议 你慢慢咬没关系 我也不阻止你 但是 我不会认为 你是有智慧的人 那你还在焉供火供 说供养这些天神 怎么样 你可以得福报 你尽量烧 我也不会阻止你 但是我会知道 你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 因为福报不是从天神来 从哪里来 从你的不思 从你的利益众生中来 从你的舍心 从你的量中来 从你的心 不跟人家计较 能够原谅别人 那么有好东西 可以跟别人分享 那么帮助别人 师界升天之报 甚至是天人都没有办法给你福报 何况鬼神可以给你福报 那么你还在祈求你的福报 要从供养天神中来 要从供养鬼神中来 要从祈祷佛菩萨中来 我就知道 你的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生德会没有很多 你的家行会 你的家行不是在家行会 你是家行 你做得越多 越感应 你越愚痴相应 真的 你越来越相信这些东西 你知道一切都要从求忠德 要求观音菩萨 要求准提菩萨 求地藏菩萨 要求阿弥陀佛 求药师佛 我告诉你 你如果佛法还停留在这个层次 那么那个表示 那个表示你还在上幼稚园 那当然要慢慢提升 一开始大家都这样进来的 一开始大家都这样进来 但是你如果修了很久 你都还在独幼稚园 那表示你智力有一点障碍 那就是你的智慧没有升起 所以你要知道佛法的核心是什么 佛法的重点在哪里 修行的关键处在哪里 这个是要很清楚的 那你不能一直修学那么久 你还在做这些事 就是说你一直着动在这些事 那这些是随应事先做 也没关系 因为大家都这样做 那我们也这样做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知道 就好像爸爸跟妈妈 带着小朋友去玩游戏 他也不是喜欢那个游戏 但是带着小朋友 他喜欢玩就跟着他玩 哪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但是他知道 这个是骗骗小朋友 可以 这小朋友 他的智力 他的能力没到那里 跟着他一起玩也没关系 你叫我跟你送我也会跟你送 但是 我会知道我在送是在送什么 那 所以 这种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学习佛法一定要蜕变 蜕变 你那个毛毛虫没有蜕变这幅典 那么 你就一只一只毛毛虫 那不行 那就是你没有蜕变 那么 学习佛法的人 什么叫蜕变 当你开始着重在智慧的时候 当你开始着重在 不起烦恼这件事的时候 就是你开始蜕变的时候 就是毛毛虫要变蝴蝶的时候 真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烦恼在什么时候起 烦恼在境界中起 在炎耳鼻子的生意 对色身相畏处 在受 想 失 这个地方起 所以十二处都在讲这个东西 都在讲这个东西 好 因为时间到我们就先 我们把这个经讲完 把这个经讲完 因为他讲 修无量三谋体 因为我们讲到 无量三谋体是事无量心 慈悲喜者 因为不精勤细念 你就这样不断去修 所以则和修无量三谋体 精勤细念 则如实显现 当你修慈悲喜者 当然这个也有其他的说法 就是无量三谋体 这三谋体 就是种种的定 你都去修 但是一般讲 尤其是这个解释是 事无量心 但是无量也有可能就是 你要去修定 它重点是你要修定 因为定可以引发智慧 定可以引发智慧 那如果他从这里讲 因为修定的原因 修定的原因 则如实显现 就是如实智慧可以显现 所以也可以解释 无量三谋体 只是定 你要去修种种的定 一种定就可以引发了 但是他这里 因为我们照于且实认的解释 但是他因为他没有 他没有特别讲事无量 于且实认是说 这个是事无量 但是如果以定 定精勤细念 你则如实显现 如实智 智慧会显现 那个就是定引发慧 云合如实显现 与眼如实显现 就是有无常无我的智慧 如实显现 如实广说 乃至知 此诸法无常有为 此如实显现 就是你如实知 如实见 一切法无常无我 那当然你要有定 才能引发无肉慧 最低最低 会解脱也要有刹那定 叫做电光定 或者叫做味道地定 那么也要有 所以基本上叫你训练这个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扑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供成佛道